中共中宣部部长刘其宝未到退休年龄 却意外出局19大政治局 引发舆论对其前景不妙的解读 近日 刘其宝现身全国政协常委会议 表明其将出任人大政协贤职 其打酱油的角色已逐步明朗 为期三天的第十二届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会议 24日闭幕 并产生了下届政协委员名单共2158人 原中共中宣部长刘其宝也在此名单上 这表明刘其宝将出任人大政协贤职 在去年的十九大上 远未到退休年龄的中宣部长刘其宝 从政治局委员降格为中央委员 随后 其中宣部长一职被中共政治局委员黄昆明接任 近日 在北京召开的扫黄大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黄昆明首次以工作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这显示刘其宝的上述职务也由黄昆明接替 外界认为 这或意味着刘其宝前景不妙 现年64岁的刘其宝有很深的江派背景 被指横跨团派 江派两大派系 1993年刘其宝调任文宣系统 一年后 出任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 2007年11月 转到周永康曾经主政的四川省 出任省委书记 2012年的十八大上 刘其宝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 并肩中宣部部长 据港媒披露 刘其宝能主政中宣部 是周永康要求刘云山推荐 担保的结果 他与前中共中办主任令计划的交往也很深 2016年6月 由海外中文杂志披露 现任中宣部部长刘其宝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 该省南充市发生市委委员选举会选案 涉案金额高达1700万元 中共十九大上 刘其宝被贬的主因 据说是在其主管的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口期间 屡屡出错造成的 刘其宝主政中宣部期间 还被指对习核心文权不利 文权系统曾公开给习近平搅局 不仅歪曲习近平的言论 政策 甚至扣发习近平和王岐山等的讲话 随着习近平不断收权 文权系统的搅局也慢慢从明目张胆地抵抗 演变成各种高级黑 鼓吹对习的个人崇拜 试图引起民众反感 不过 今年被习近平叫停 此次刘其宝现身全国政协常委会议 表明其在3月份中共两会上或将出任人大政协贤职 中共的政协 人大职务均为虚职 按中共官场惯例 很多官员从实权位置退居二线后 都会到人大 政协挂贤职养老 在外界看来 人大政协似乎已成为高危职位 中共十八大以来 人大的落马高官包括 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孟伟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的前辽宁书记王民等 政协的落马高官包括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刚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 七个省习政协主席 副主席 包括山西令政策 四川里重启 湖南同明先 广西里达球等 大纪元新闻网曾报道 江泽民集团代言人 前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 将人大变成反习基地 曾在废除牢脚 香港等问题上 掣肘习近平 搅乱政局 中共与俄罗斯在所有领域继续维持密切关系 然而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有过长时间单独接触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说 他看不到中俄之间有什么长远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只是把俄罗斯偶尔看成是中国的陪陈 美国之音1月24日报道说 川普政府把美国的国防战略重点 从反恐转向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进一步引发了日益接近的中俄将结盟 共同对付美国的担忧 对此 前美国副总统拜登23日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上 讨论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时 他说 他对中俄之间发展关系并不感到担忧 我认为习近平只是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偶尔的配陈 除了走向西方以外 我看不到一个从根本上是中国获益的权宜之际的想法会走向哪里 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期间 曾经与习近平进行了总共长达25个小时的会晤和接触 超过了拜登与世界上任何一位其他领导人的接触时间 拜登说 中俄边境是世界上看守的最严密的边界之一 我不明白他们的共同利益在哪里 我也看不到他与美国之间有什么共同利益 但我的确可以看到在与美国相关时 一方利用另一方为自己获取好处的地方 对于有关莫斯科与北京近期会建立一个长远的伙伴 盟友关系 拜登说 中俄关系不会走向对俄罗斯或是中国有好处的地方 此前 美国之音在2017年年终报道 也曾报道说 中俄2017年在所有领域继续维持密切关系 但俄罗斯与西方和美国关系却日益恶化 一位知名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则公开表示 中共利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 可能长期化 所处困境大肆牟利 尤其是在商业领域 莫斯科不满中共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占便宜 而俄中关系中力量对比更向中共倾斜 这些因素都使俄中关系的潜在裂痕不断扩大 报道说 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最近发表的报告认为 俄中关系2018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 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性增加 以及俄罗斯有可能被拖入到南中国海冲突 中印爆发冲突 俄罗斯将被迫表态和选边站队等 俄罗斯与中共之间仍然存在着许多不信任 战略问题学者科诺马洛夫说 那种认为俄罗斯与中共结盟的提法不可能实现 中共中纪委网站1月3日消息称 陕西省副省长冯新柱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审查 官方未提及冯新柱因何事被查 之前 赵乐际的大秘魏民州被迅速查处 这次与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关系密切的冯新柱 又成为2018年首虎 更加引发外界关注 今年57岁的冯新柱是陕西本土官员 历任陕西省农店管理局财务处处长 陕西省农店管理局副局长 2001年6月起先后任同川市副市长 常务副市长 市委副书记 代理市长 市长 2011年1月任中共同川市委书记 2015年4月任陕西省副省长 值得关注的是 冯新柱与现任常委 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试图有交集 赵乐际2007年3月至2012年11月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 冯新柱一直在同川任职 并在2011年1月被提拔为同川市委书记 18大后赵乐际进入政治局 任中组部长 主导副省部及人事任免 期间 冯新柱2015年4月升任陕西省副省长 公开报道显示 赵乐际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 曾多次到同川考察调研 冯新柱均一路陪同 2011年9月27日 同川市人大官网曾以标题 常委会机关召开学习赵乐际 冯新柱同志署名文章大会发表报道 2012年中国经营报发表报道 至陕五年 赵乐际之下大家当 报道称 保障房建设是赵乐际主政陕西的主要政绩 2011年 国家分配给陕西省保障房建设总数达47.43万套 该省全年新开工建设48.13万套 达到目标任务的107% 竣工20.1万套 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各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 报道特别提到 同川市保障房建设进度是全陕西省第一位 时任同川市委书记冯新柱介绍 2011年该市公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3.4万套 超过省上下达任务30.8% 冯新柱说 我们通过建设保障房 争取到了中央和省级各类资金多达4.87亿元 这笔钱相当于中央和陕西省无偿拨付给同川的 既不付利息也不还本金 显然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陕西省还专门奖励给同川市5000万元以资鼓励 冯新柱长期在同川任时 其落马是否与同川的房地产腐败有关 值得关注 与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关系密切的冯新柱成为2018年守护 颇令人意外 之前赵乐际的大秘魏民州被迅速查处 就引发外界关注 十九大前夕敏感期 2017年5月22日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民州落马 随后三个月内迅速被刷开 移送司法 立案审查 逮捕 查处速度远超其他落马的省部级官员 赵乐际2007年任陕西省委书记后 将魏民州提拔为省委秘书长 赵乐际于2012年调升中组部长基深政治局 魏民州也于当年离任秘书长 改任西安市委书记 魏民州任赵乐际大秘长达五年 12月20日 总部设在北京 被认为是亲习党媒的多维新闻网 发表首页标题为赵乐际员大秘贪腐细节曝光 宋令计划妻子名贵字画的报道 12月25日 与其阵营关系密切的财新周刊发表 魏民州西安陈福禄 披露为民州如何贪腐时任中共中办主任令计划的细节 赵乐际主政陕西之前 曾长期在曾庆红石油帮窝点青海省任职 时任青海省省长的赵乐际与苏荣 毛小兵 将邪敏这三名已落马的省部级或复国级高官仕途上有密切交集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十八大上黑马入局 出任中组部部长 十九大上又黑马入场 并且替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 大出外界预料 相关内幕目前还不得而知 过去五年 王岐山在大力打虎的同时 多番调整中央与地方纪委系统人士 并清楚前朝留下的纪委内鬼 从新一届中纪委委员会名单也可发现 习近平 王岐山已打造一支纪检系统亲信队伍 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内设十二个纪检监察室 其职责包括负责查办联系单位中管干部的 违纪违法案件等 其中就是负责联系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7年 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两次换人 十九大前后 习近平 王岐山的纪检系统亲信人马不断发力 与赵乐际关系密切的陕西高官 魏明州与冯新柱相继落马 亲戚阵营媒体接连其底魏明州 并点名其与赵乐际的关系 这些迹象凸显中南海政局与打虎局势诡异 赵乐际政治背景到底如何 以黑马指资入局 入长 并先后任中组部长 中纪委书记两大要职 赵乐际是否会真正贯彻习近平的打虎要求 十九大之后的反腐行动走向何方 赵乐际的政治命运将会如何 这些疑问只能随着政局发展 慢慢窥其端倪 近日 中共召开政法会议 习近平并未参加 中共政法委书记郭申坤 传达习近平讲话 外界认为 习近平罕见缺习政法会议 形同于郭申坤被打脸 有可能习近平再次对政法系动手 清理江派官员 1月22日 陆媒财新网消息称 当天 中共政法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法委书记郭申坤 在会上传达习近平讲话 中共央视新闻画面显示 习近平并未出席此次中共政法会议 政法系向来被视为中共的刀霸子 对中共来说这么重要的会议 习近平却未出席 实属罕见 现年64岁的郭申坤 曾主政广西长达五年 于2012年12月出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部长 去年10月25日成为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于去年10月开始解体孟建柱 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被视为名声案将 据多家媒体披露 郭申坤和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 是江西同乡和原亲 郭申坤妻子的奶奶 是曾庆红母亲邓六金的亲妹妹 郭申坤被认为是曾庆红安插在习近平身边的一枚重要棋子 据称 郭申坤截替孟建柱出任公安部长时 曾庆红在背后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据报道 中共政法委是中共党委派驻监督公检法机构 本是中共在1980年才成立的一个政法单位 到了1988年 这个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1989年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后 中共政法委也于1990年被恢复 1999年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 在罗干 周永康相继掌控下 中共政法委成为中共的第二个权力中心 去年 时政评论人士华坡在接受希望时升电台的采访时表示 周永康事件后 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作用削弱不少 政法委书记不入场 也不接触具体案件 政法委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了 郭升坤接政法委书记 远没有公安部长权力大 去年中共十九大开幕首日 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以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习近平强调 要审化司法改革 树立宪法法律制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等等 当时 海外时政观察人士唐靖元指出 过去政法委凌驾于公安 检查和法院之上 把整个司法系统变异为某派系 和利益集团手中以权牟利的利润 同时也成为中国司法系统黑恶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习近平上述言论 很多内容几乎就是指着中共政法委系统在开枪 如今习近平要新增一个依法治国小组 实际上就是再次动用了 小组治国这个软性夺权的手段 目的应该就是要夺回原先被政法委把控的司法体系 大纪元时政评论人士陈思敏曾指出 十九代落幕不久 已遭多轮清洗的政法系统仍紧接调整高层 说明其中问题还很多 后续不排除仍有大变动 姑且不论政法委会否在郭申坤任上被取消 即目前外墙中单的实质无疑是虽存油费的状态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年刘奇宝调任文宣系统 一年后出任中共国务院副秘书长 2007年11月 转到周永康曾经主政的四川省出任省委书记 2012年的十八大上 刘奇宝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并肩中宣部部长 据港媒披露 刘奇宝能主政中宣部 是周永康要求刘云山推荐 担保的结果 他与前中共中办主任令计划的交往也很深 2016年6月 由海外中文杂志披露 现任中宣部部长刘奇宝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 该省南充市发生市委委员选举会选案 涉案金额高达1700万元 中共十九大上 刘奇宝被贬的主因 据说是在其主管的中共意识形态宣传口期间屡屡出错造成的 刘奇保守政中宣部期间 还被指对习核心文权不利 文权系统曾公开给习近平搅局 不仅歪曲习近平的言论 政策 甚至扣发习近平和王岐山等的假话 随着习近平不断收权 文权系统的搅局也慢慢从明目张胆的抵抗 与 中共与俄罗斯在所有领域继续维持密切关系 然而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有过长时间单独接触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说 他看不到中俄之间有什么长远的共同利益 习近平只是把俄罗斯偶尔看成是中国的陪陈 美国之音1月24日报道说 川普政府把美国的国防战略重点从反恐转向 对抗中国和俄罗斯 进一步引发了日益接近的中俄将结盟 共同对付美国的担忧 对此 前美国副总统拜登23日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上 讨论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时 他说 他对中俄之间发展关系并不感到担忧 我认为习近平只是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偶尔的配陈 除了走向西方以外 我看不到一个从根本上是中国获益的权宜之际的想法 会走向哪里 拜登在担任副总统的八年期间 曾经与习近平进行了总共长达25个小时的会晤和接触 超过了拜登与世界上任何一位其他领导人的接触时间 拜登说 中俄边境是演变成各种高级黑 鼓吹对习的个人崇拜 试图引起民众反感 不过 今年被习近平叫停 此次刘其报现身全国政协常委会议 表明其在三月份中共两会上或将出任人大政协贤职 中共的政协 人大职务均为虚职 按中共官场惯例 很多官员从实权位置退居二线后 都会到人大 政协挂贤职养老 在外界看来 人大政协似乎已成为高危职位 中共十八大以来 人大的落马高官包括 全国人大环子委副主任委员孟伟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委员的前辽宁书记王民等 政协的落马高官包括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刚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 七个省习政协主席 副主席 包括山西令政策 四川里重启 湖南同明仙 广西里达球等 大纪元新闻网曾报道 江泽民集团代言人 前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 将人大变成反习基地 曾在废除劳教 香港等问题上 撤肘习近平 搅乱政局 中共中宣部部长刘习宝未到退休年龄 却意外出局十九大政治局 引发舆论对其前景不妙的解读 近日 刘习宝现身全国政协常委会议 表明其将出任人大政协贤职 其打酱油的角色已逐步明朗 为期三天的第十二届中国全国政协常委会议 24日闭幕 并产生了下届政协委员名单 共2158人 原中共中宣部长刘习宝也在此名单上 这表明刘习宝将出任人大政协贤职 在去年的十九大上 原未到退休年龄的中宣部长刘习宝 从政治局委员降格为中央委员 随后 其中宣部长一直被中共政治局委员 黄昆明接任 近日 在北京召开的扫黄大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黄昆明首次以工作小组组长的身份出席会议 并发表讲话 这显示刘习宝的上述职务也由黄昆明接替 外界认为 这或意味着刘习宝前景不妙 现年64岁的刘习宝有很深的江派背景 被指横跨团派 江派两大派系 1993年世界上看守的最严密的边界之一 我不明白他们的共同利益在哪里 我也看不到他与美国之间有什么共同利益 但我的确可以看到在与美国相关时 一方利用另一方为自己获取好处的地方 对于有关莫斯科与北京近期会建立一个长远的伙伴 盟友关系 拜登说 中俄关系不会走向对俄罗斯或是中国有好处的地方 此前 美国之音在2017年年终报道也曾报道说 中俄2017年在所有领域继续维持密切关系 但俄罗斯与西方和美国关系却日益恶化 一位知名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则公开表示 中共利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 可能长期化 所处困境大肆牟利 尤其是在商业领域 莫斯科不满中共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占便宜 而俄中关系中力量对比更向中共倾斜 这些因素都使俄中关系的潜在裂痕不断扩大 报道说 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最近发表的报告认为 俄中关系2018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